娱乐至此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一阳千玺这个瓜我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滋味 瓜信息量很大很复杂 牵连的人也多 希望大家有点耐心慢慢看完 也希望这个视频发出去后能够正常的存在 从最近的热搜说起 媒体报道一阳千玺 罗易舟 胡先旭考上国家话剧院 消息来源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开的信息 这个消息乍一出来时气氛是喜悦的 三个人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 一阳千玺是养成系爱豆转演员 胡先旭是童星走到现在 罗易舟之前参加了青春有你 也走的爱豆路子 但实际上他们三个人是同一宿舍的 一个宿舍才四个人 就有三个考上了国家话剧院 是厉害的吧 这可是编制 接着很快又上了一条热搜 一阳千玺编制男友 粉丝们纷纷炫耀自家爱豆考上了编制 成为了编制男友 又多了一个让人喜爱的优点 结果没几个小时 风向一下子就变了 208上了热搜 花重点 明星已经日入280万 还要利用特权抢占普通人的资源 完了还买热搜吹牛 我这个乖乖 一下子就不得了了 热搜彻底沸腾 首先 网友发现 国家话剧院 2022年的应届毕业生招聘公告上显示 应聘人员必须是2022应届毕业生 在校期间为非在职人员 非在职人员是啥意思呢 按宽泛的解释来说 就是没有工作的人 没有公司给你交社保 公积金 没有社会保障 但很显然 如果按照这样来算 上面三人或多或少是有工作的呀 比如一阳千玺早早签约时代风俊 13岁就出道 之后一路发展向上 出演过多部作品 且都反响不错 代言也很多 就不一一举例了 总之说 一阳千玺是近年来 新一代的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不为过 人气 国民度 作品 他都有 已经站在00后小声的顶端 而且 之前网上还报过他一次在北京买了别墅 包括他还有两家公司 一个还在存续期间 注册资本500万 他和他爸爸各占一半股份 7月4日 刚刚申请简易注销公告 再说胡先旭 他12岁就演了都市清喜剧 重返大福村 之后几年一直有戏在街 一年两三步 其中比较火爆的是小别离和奇魂 前几年 他签约的是光线经济 今年刚到期 罗易周可能陌生一些 他主要走综艺卦 上了青春有你 王牌对王牌 爆裂舞台等 按照这样来说 有戏拍 有片酬 有通告 有签经济公司 有自己的公司 这算不算没工作 当然 也有粉丝解释 明星们和经济公司签的不是劳务合同 是经济合约 是合作关系 只要不是劳务合同 没交过社保 他就是非在职人员 这一点掰扯不清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又有网友发现 今年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岗位是不需要比试的 这个岗位可能有它的特殊性 2020年也不需要比试 那不需要比试咋了呢 客观来讲 不需要比试 只是面试 可操控空间就大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录取的名单 详细说一下 里面有演员一岗和演员二岗 一岗要求是非北京户口本科 二岗要求北京户口本科级以上 一岗招聘四个 二岗招聘六个 也就是说 一岗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就这么四个名额 但它的口子又开得特别大 不需要比试 非北京户口均可以报名 而四个名额里 易烊千禧宿舍就考了三个 这三个人的表演 已经达到国家话剧院的水平了 还词够清晰吗 存不存在明星光环的加持 据知情人士透露 考国家话剧院的编制 真挺难的 很多中年演员 关于明星光环有没有加持这一点 大众保留质疑 国家话剧院表示 稍晚会给出统一答复 但一点无论如何都说不通 一位叫唐介元先生的微博用户 说自己和易烊千禧他们一样 报考了国家话剧院的演员一岗位 但他就参加了一面 之后等了几个月 什么通知都没有看到 当时就有一些无知的网友 跳起来敲他的膝盖嘲笑他 第一轮面试就把你毙了 没有通知你 很愤恨是吧 这属于没有文化了 没考过 当然不会特地通知 但整个招聘过程必须透明 资格审核 笔试 面 考核等环节的进展情况 是必须面向社会公告 而且确保及时 但这位参加考试的同学 苦苦等待 一直没有等到公告 在他最后得知自己 没有通过一面的消息 是在时隔几个月的热搜上 发现所报岗位已招聘完毕 心情难以形容 一个问题出来 接着很多问题就都出来了 基本上都是围绕一阳千玺的 毕竟一阳千玺 在这三个人里 她的名气最大 粉丝最多 这一次 粉丝们也跳得最厉害 理智的还讲讲道理 不理智的 直接人身攻击 说网友就是酸 粉丝这么一通瞎搞 网友快逆情绪也上来了 有网友质疑一阳千玺存在疑似 高中违法录取情况 当初一阳千玺的中考成绩算不上好 有两个地 但是她后来进入了湖南师大附中 梅西湖中学 是重点高中 入学以后非常受重视 但今年四月 这事被重新提起 校方于是站出来说 在招生方面有比较宽泛的自主性 一阳千玺是以艺术特长生录取进来的 后来网友去特长生里查 没查到一阳千玺 这次 因为考试业编的问题 有网友再次提出疑问 她说 她致电市长热线 市长热线回复确实存在违规 且该校长从中非法获利 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 凌晨 市长热线再打电话过来 就改口教育局刚致电 说没问题 网友很纳闷 这还带改口的 一个网友下场 另一个网友继续下场 这个网友呢 是湖南省教育局阳光服务大厅 反映一阳千玺的高中入学问题 她是6月21日进行投诉 之后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结果一阳千玺粉丝 发出了她的投诉信息 她惊呆了 是一阳千玺后援会晒出来的官方回复 办理状态 已回复 这办理状态有啥问题吗 我们来看那个网友自己查询的 他自行查的是已半截 和其他网友查询其他问题 办理状态是一样的 所以问题来了 后援会出示的图片是哪来的呢 为什么和用户自己查询的不一样 而且比用户晒出来的时间还要早 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有没有涉嫌泄露用户隐私 包括网友问别的问题 6月29日问 30日就出结果 那位问一阳千玺问题的网友 6月21日问 7月6日才出结果 又是咋回事 再来说其他问题 现在网上关于一阳千玺 同宿舍三人考编的讨论 已经延展不同阶层的人 面临的完全不同的现状 以及资源的公平问题 首先普通人这几年太难 大环境不好 多少应届毕业生 毕业继失业 于是更多的人涌向了事业边 他们为考编 被提刷题 一个岗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考上了当然开心 没考上 再寻找其他出路 总要维持生存 而明星们不一样 卡着非在职人员的空隙 考事业编 并不是唯一选择 没考上 继续顶流的辉煌事业 考上后 娱乐圈发展和事业边两手抓 后者工资 可能还含着纳税人的钱 当然了 有粉丝会说 你自己不优秀 你怪谁 这话未免太轻飘飘 也太睁眼瞎 前面说一个个问题 答案出来了吗 国家画剧院 作为最高艺术殿堂 在招聘仪式上 做到完全公开透明了吗 易烊千玺粉丝后援会 为什么能拿到 教育局网站的后台 截图 这些事不单单只是算 质疑特权和自身优不优秀 也完全是两码事 或许我们等不到答案 但我仍然希望 普通人有发声的权利 而不是被嘲讽后 直接误嘴 而且 说来 易烊千玺他们仨 也不算是内于 第一个考边上岸的顶流 上个跟易烊千玺他们一样 引起轰动的 还是前年考上 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刘浩然 这位97年出生的国民弟弟 当年考边上岸 引起的争论也不小啊 前一年 他才因为拍戏 耽误了闭设和答辩 申请了言币 在网上受到质疑 第二年的上半年 还拍了两部电影 六月份又参加了毕业答辩 忙得不可开交 可万万没想到 九月他就考上了中国煤矿文工团 跟罗进 进东成为了同事 因此 当时还有不少女粉丝 直呼拥有了一个编制男友 当然 与此同时 质疑的声音也不小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明星的编制 就是比普通人更容易考 但事实上 明星考编 考工 真的很容易吗 其实也不然 一般人估计 也是很难考进去的 之前 已经上岸的宋毅在一个节目上 就提到过自己报考经历 据说 仁毅的考试要求并不低 必须是全国顶尖的学校才能考 而演员这一岗位 其实跟其他的岗位不一样 没有比试 但考试流程也非常繁琐 必须经过升台行表三轮考试 以及实习面试三个环节 曾经有不少知名度很高的演员 就折在了这些环节里 大受打击 比如考过仁义的邓超 落选后非常伤心的出来喝了一瓶二锅头 还有雷家音 三世的时候 因为表演了一段二人传 就被out了 以及海青 任重鲨雨而归 都被考官直言 不适合演戏 可是即便如此 还有不少艺人挤破了脑袋 想要考取编制 甚至更有人直接退圈 选择了考工的道路 而这次 杨千玺跟胡先旭他们考上了国家画剧院编制 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 宇宙的尽头是考编和考工啊 目前 网上对他们的质疑声确实不小 但从这件事情上 还是能看出 内宇有些明星都在偷偷的卷呀 咱们普通人有没有必要卷起来呢 那就看个人选择了 加油吧 打工人们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